新东方股价暴跌60% 教育板块被团灭 本期视频通过教育行业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千亿市场要被砍掉 以及未来教育行业展望三点阐述 资本与教育行业的相爱相杀 大家好 我是GoMarkets的中文部分析主管Jacky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中国政府 近期出台的史上最严厉的教育培训政策 这个政策引发教育类的股票崩盘 其中 好未来高途新东方等上市公司股价 近日连续下跌跌幅超过70% 最新的双减政策规定 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盈利性组织 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 其实这一现象在今年一季度就已经显现出来 以高领资本为主的很多基金 已经清仓了教育类的股票 那么问题来了 教育板块涉及几百上千万人的就业 为什么政府还要一刀切呢 其实我认为有两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为了避免社会阶层固化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政府要还教育公平 目前大家都清楚的是资本是独立的 所以资本不能慢慢的去培养好老师 只能从其他的公立学校抢夺优质的教师资源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好的教师资源都去了培训机构 因为薪资更高 还有各类高额的奖金 资本的诱惑太大 所以导致公立学校的师资力量就会越来越差 普通家庭难以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 时间久了就会产生阶层固化 那么第二点是为了鼓励多生孩子 我们知道人口是中国目前问题比较严峻的 那么在中国老龄化日记严重的背景下 鼓励多生育就是中国政府目前非常重要的战略 所以养不起孩子就成为了家长的顾虑 那么在教育领域上 这一费用非常贵 以私校来举例澳洲的一所私校 一年的费用可能要三到五万澳币 那么同时在国内也是差不多的 对普通的家庭是难以承担的 对于未来 我们如何看待教育行业和教育板块 尤其是上市公司呢 其实我认为资本的反应会非常快 教育行业的资本也会迅速改变商业逻辑 包括更多的打造个人IP 通过线上引入科技 以人工智能答疑 或者是AI服务等其他的方式继续跑马圈地 为什么会这样的解读呢 因为我认为 教育行业是永远的照样行业 在这个市场是永远有刚需存在的 在庞大的消费力面前 资本不会停下脚步 所以我相信在两到三年的商业转型之后 教育行业的民间资本会再次蓬勃发展 当然了这一政策也有非常负面的影响 对于单一行业来讲 政令的突然下达 让企业没有时间充足的去转型和自救 会面临大量的不确定风险 包括企业倒闭 失资流失 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 同时对于资本市场也会产生负面的情绪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想了解更多市场相关的信息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 GoMarket在线交易首选券商